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說說人民幣數字化 現在正在見貨幣橋擾開美元的體系 另外,新加坡前外交官馬凱錫說 基辛格兩次親口和他證實 美國對華的戰略有缺陷 美國在三方面壓制中國都會失敗 前新加坡外交官馬凱錫是國際關係的最佳觀察者 他最近詹問點出未來十年 是塑造二十世紀世的秩序至關重要的十年 他認為西方應該帶頭創設未來的世界秩序 但現實上他們不會 可比的現實是美國和歐洲現在都徹底迷失了 美歐社會都已經深陷內憂外困之中 因此美歐都會犯上嚴重的戰略錯誤 馬凱錫說美國自實的世界內戰結束以來 從未好像今天這樣分裂過 但是儘管美國內部矛盾重重 但美國社會在一個地緣政治問題上 就做到切頭切尾的團結 就是要對抗中國 令人震驚的是 美國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 發起這場與中國的競賽 他認為令人困惑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戰略思維產業 包括智庫和媒體 但是仍然缺乏深謀遠慮 尤其在中國問題上 美國深陷群體盲目中的無法自拔 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馬凱錫認為自己是美國的朋友 更加有義務要提醒他 他迷失了方向 很多人會懷疑 美國是否真的迷失方向 但是馬凱錫說 美國當世最偉大的戰略思想家基辛格 兩次親口和他證實說 美國沒有一個全面長期戰略 來應對中國重新崛起 此外還有有力證據支持這個說法 因為戰略本身不是目的 它是達成目的的手段 在美國制定對話戰略之前 首先要明確自己希望實現的目的 儘管華盛頓在要害部門裡面的 戰略民黨多不勝數 但這個目標從未明確說過 例如國務卿布林肯去年5月說 我們將與中國競爭以捍衛我們的利益 並建立我們對未來的願景 但布林肯並沒有具體說明 在這場中美競爭當中 美國希望實現什麼目標 馬凱錫就從理論上探討 美國可能有以下三個目標要實現 第一,阻止中國經濟復興 第二,推翻中國共產黨 起中國的統治 第三,好像美國對前蘇聯所做的事一樣 孤立和壓制中國 但馬凱錫認為如果美國以此為目標 這些目標都無法實現 可以逐點去講講 第一,阻止中國復興 他說現在中國經濟的復興已經勢百可擋 雖然中國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是它的零售商品市場就比美國大得多 2010年,美國零售商品市場的規模是4萬億美元 而中國只有1.8萬億美元 美國是它兩倍多 但是到了2020年 也只是僅僅10年之後 中國零售商品市場的規模就擴大到16萬億美元 而美國市場的規模就只有5.5萬億美元 中國市場差不多是美國的3倍 因此,中國通過啟動雙循環戰略 可以依賴國內的市場 繼續維持它的經濟增長 和安格勒紗信媒體經常有個觀點相反 習近平主席和他的新團隊並沒有背棄改革開放的政策 因此,中國經濟增長是不會停止的 第二,想推翻中共 同樣,中國共產黨也不會像蘇聯共產黨那樣 那麼容易被人推翻 他認為中國人和蘇聯人不同 中國人經歷了中國3000年歷史上最好的30年 過去30年是始終於經濟發展的急速時期 中國人民如果要推翻一個為他們帶來如此繁榮和福祉的政黨 那就是不理性的 因此,哈佛大學金亞迪學院的亞十中心 曾經做過一項嚴肅的學術研究 研究表明中國人對中央政府的支持率 從2003年的86.1%上升到2016年的93.1% 第三,任何壓制中國的政策都不會臭效 中國的國際貿易規模比美國的還要大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 2021年中國的外貿額是6.6萬億美元 而美國只有4.9萬億美元 世界上有120個國家 對華貿易額超過對美貿易額 沒有哪個國家會為了取越華盛頓 而非理性地減少對華貿易 即使像巴西這些在地理上 好像近美國的國家也很難這樣做 因為巴西對華貿易額也很難做 是對美貿易額的三倍 如果華盛頓的戰略思想家 和政策規格者 能夠後退一步 批判性地反思他們的對華政策和行動 他們會發現自己根本 沒有辦法阻止中國的前進步伐 甚至未有最新發起的科技戰 也不能阻止 他們還應該明白 在更深層次的歷史大勢 正在驅動中國復興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治亂周期 中國作為全世界延續至今的最古老文明 它正在重新發掘 它文明天然具有的韌性 說起來也很奇怪 世界上多數國家都能清楚看到這一點 因此大多數國家都在加強與中國的聯繫 積極回應北京的新舉措 例如一帶一路倡議等等 事實上已經有140個國家 志願和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協議 這樣美國面對中國 是不是有更明智的選擇呢? 馬來西亞認為 是的 有的 在20年前 即是2003年 前美國總統克林頓 在耶路大陸演講的時候 就展述過這樣的一個明智的策略 克林頓說 為了準備好做世界的老耳 美國應該加強多邊規範、機制和程式 克林頓竟然起到暗示 當中國成為世界老大的時候 國際規範將會約束中國最佳的方式 既然中國現在作為世界老耳 仍然願意遵守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這樣美國就應該抓住這個時機 與中國一同制定一項新的全球契約 主要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 強廢這個世界秩序 但是如果美國想在這方面取得成功 他就必須要首先誠實地承認 與美國的公開聲明相反 美國其實一直在腦弱削弱 而不是在加強聯合國體系 馬來西亞說 他自己曾任新加坡駐聯合國代表十幾年 他對這些情況滋滋滋搶 他在他作的大融合書裡 亦都全面記錄和分析了美國破壞聯合國的所作所為 可悲的是 由於華盛頓的戰略思維已經陷入到群體盲目之中 美國國內沒有主流的聲音支持美國加強聯合國體系 可以這樣總結 馬來西亞不單止指出美國對華的戰略缺陷 認為他要做好當世界老二的準備 他還認為美國想壓制中國已經太遲了 最好的方法是應該加強聯合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但是美國現在又不肯這樣做 另外我想講講特首李家超的中東之行和人民幣國際化 這不單止是香港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香港將目光不單放在美西方 另外也要引含了國家的一個大戰略 就是和人民幣國際化有關 去年10月中共二十大將一步展明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去年10月7日 國際主席習近平盜反沙特獲當地最高級別的子地詹式待遇 習主席在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上發表講話時呼籲 要充分利用上海石油天氣交易中心平台開展遊戲貿易人民幣結算 中國打出這張石油人民幣牌 沙特未敢即時回應 沙特雖然敢與美國打嘴炮 但是要他全面用人民幣與中國作石油交易結算 這樣對美國的挑戰太大 沙特心有疑慮也相當正常 即使沙特接受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 但是他拿到大量人民幣之後 要拿去哪裡投資呢?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和一個熟悉外貿的高人談起 他就提到中國可以不要求和沙特所有石油交易 全部都用人民幣結算 可以只是在增購沙特石油的時候 只求在增量部分用人民幣結算 這樣已經是零的突破 另外 如果沙特將收到的人民幣 直接投資入中國當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沙特想起一個流動性 比較好的國際金融市場投資 香港就是一個好的選擇 香港已經有人民幣債券可以供沙特投資 如果進一步快速發展人民幣計價的股票 即是所謂港幣人民幣相幣交易股票 還會有利於豐富香港人民幣投資市場的深度 這樣對國家對香港都大有悲益 一個相關的發展是人民幣的貨幣橋 外界可能沒有留意 今年1月底的一則新聞其實相當重要 國際清算銀行香港創新中心 中華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 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國和阿聯酋的央行 就施行央行貨幣數字化的貨幣橋項目 推動跨境數字人民幣的流通 其實早於去年8月15日到9月23日 上述幾個金融機構和20家商業銀行 已經參加了為期六個星期的測試 主要利用人民幣的貨幣橋 進行跨境人民幣數字貨幣交易服務 貨幣橋是未來世界各個金融體系 對接數字人民幣系統的中間平台 中國在這方面正積極探索 預計很快就可以全面投入服務 可以想像這個數字人民幣交易的貨幣橋 可以完全不需要通過和美元相關的結算 和通訊系統進行交易 這種交易可以從小筆交易開始 從小做到大 可以這樣總結 國家人民幣走出去的策略 未來會大力推進會在美元之外 另外建立一個人民幣貨幣體系 另外在石油塔的時發平 我會說到土耳其 敘利亞發生7.8級大地震 等於130個原子彈的爆炸威力 土耳其地震的死亡人數 未來會升到2萬人 另外美國拒絕解除對敘利亞政府的制裁 這樣就會影響到國際援助敘利亞的行動 另外在石油塔的10分鐘看中國 我會說到東部戰區發了一條元宵短片 但台灣媒體還說解放軍打溫情牌 不過內地官媒引述相關人士說 解放軍對台獨從來都不溫和 更加不會有溫情 歡迎石油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石油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油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油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油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油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油台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